我们在讲主要就是讲解下关于锁的一些概念 以及简单的一个锁的一个操作 首先看我们为什么会有锁在的一个概念 我们看一下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个案例 比如我们现在去淘宝上买一件商品 但是这个商品只有一件库存 这个时候如果还有另外一个人买的时候 那怎么解决是你买到还是另外一个人买的问题 这个时候我们就会从这样的一个数据库的一个角度去考虑到 当我们从库存表当中取出物品的数量 这个时候从库存表当中取出的这个物品数量是1 那么我们把这个数量再插入这个订单里面 然后付款后再插入这个付款表的这个信息 这是整个的一个业务流程 然后我们再更新这个商品这个数量 那么至始至终我们都是在对这个库存数量进入一个操作 那么这个库存数量当我在这里面买了这件商品 那么还是一件的时候 别人是没办法再去购买的 这个时候我就会对这个库存数量进入一个锁住 这个锁住就跟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 那么两个人去买同一件商品 而恰好这件商品就只剩了一个 那就是谁先付钱 那么这个商家他就会认为你这件商品是属于谁的 同样的这里面如果说我们首先是对这一个库存数量 我们先点一个立刻购买的话 那么这一个库存数量都已经被锁住了 这个被锁住实际上就是用的是我们数据库当中的一个锁的一个概念 那么锁住之后其他人是没办法再对这张表进行一个低心的 所以这里面我们实际上就是用了一个锁的概念 然后再来看一下什么是锁 锁实际上呢 它是从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抽象出来的一种概念 现实生活当中这个锁就是把一个东西锁住 别人是没办法去绑望 或者说是没办法去开启它的 那么我们在数据库当中这个锁 它是我们对于某一个资源的一种访问的一种限制 当我们很多用户在访问同一资源的时候 为了保证这个数据的一个一致性 所谓的数据的一致性就是我们在这里面的一个概念 当这一个我们看到的是数量1 当我购买的时候 购买之后那么这个数量就变成0了 这里面这个数量1的话 那么别人它是没办法购买的 因为这一个数量已经被我锁住了 这就是这样的一个锁 它所推定的这个概念 这样的话就能够保证我们这个数据的一个一致性 以及它的一个有效性 所以我们这一个锁在我们的一个数据库开发当中 或者说是数据库的一个并发访问 所谓的并发访问就是很多人 或者说是多个客户端访问的时候 那么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那我们看一下我们MySoccer当中的这个锁 MySoccer当中的一个锁的话 它实际上是相对其他的一些数据库来讲的话 它的一个锁的一个机制是比较简单的 我们最显著的这个特点是 MySoccer因为它是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存储引擎 所以说我们MySoccer它不同的这个存储引擎的话 它有不同的一些锁的一些机制 通常情况下来讲的话 我们的一种锁的话主要是有三种锁 也就是我们的一个页面锁 就是它是根据我们这一个页面 那么比如我们这几百条数据 它是在一个页面 另外一个页面它是有几百条数据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就是对页面的这个数据进的一个锁 这种称之为页面锁 另外一种呢 称之为表集锁 表集锁的话 它实际上是我们MyS M这样的一种存储模型 它所支持的一种表集锁 那个InnordDB InnordDB它是从Oracle当中去继承的一种介责 那么这InnordDB它的一个存储方式呢 它实际上是支持我们的一个表集锁 也支持我们的一个行级锁 通常情况下呢 InnordDB呢 它通常情况下是采用的是一种行级锁 这里面这个锁的这个开销的话 它实际上是有这样的一个特点 一个是表集锁 它的一个开销比较小 然后行级锁开锁比较大 但是呢 它发生锁这个通过概念最低 而表集锁是锁的表 那么会有很多个用户访问同张表 如果这个表已经被一个用户锁住了 那么其他用户它是没办法对这个表进行的一些其他的操作 我们这种锁的话 它的一个冲突的概率最高 并且它的一个并发度最低 所以我们在考虑我们用什么样的存储模型的时候 我们就应该是从锁的这个角度方去考虑 这是我们的一个mysocker一个锁的一些基本概念 这里面我们首先来演示一下关于mysm这种存储模型 它的下面的一种表的一个表集锁 这里面这个表集锁啊 实际上是分为表的一个共享读锁 以及表的一个独在写锁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给表加一个共享读锁 那么给表加共享读锁的话 我们首先应该改变我们的一个表的 它的一个数据的一个存储类型 这个数据存储类型的话 我们应该是采用的是mysm这种存储 但你也可以直接通过修改表的这个结构 当然这个修改表这个结构的话 由于它有主外界的这种关联 所以这种方式并不最好的 最好呢 我们就把这个数据导出来 导出来之后 然后我们修改这个代码 修改我们这里面的这一个set store 把这个给它改成我们的mysm这种存储的一种类型 那么改成这种存储类型之后 那么我们现在这里面呢 我都已经该改过来了 改过来之后呢 那我们现在进入到我们的一个mystorcle 一个命令行当中 这里面呢 那我们要演示的是一个共享读所 那我们首先我们开启我们的一个 我们先开一个客户端 开到这个客户端之后 我们进入到我们的一个user complex 在这里面的话 你首先要确保我们的 比如说我们要演示采用这张表 那么你要保证我们的这个anger等于mysm这种存储模型 然后我们先在这里面 我们先给这个表加一个 或者说我们先查询一下这个表的数据 拆除了之后 那么它是有条数据的 我们现在要以独占的方式去访问 这一条数据 或者说访问这张表 那我们先给这张表加一个锁 加锁的这个语法是lock 然后是type 这里面我们是给它加一个锁 然后这个锁呢是共享读锁 主要的共享读锁就是我现在对于这张表 那么我就给它加一个读的这个锁 然后我们用另外一个客户端来连接 另外一个客户的连接的时候 我们也是说1234 这是另外一个客户端的一个连接 另外一个客户的连接的话 我们也是采用的是user complex 那么这里面由于是我们这个客户端 加了一个共享读锁 那我们现在来访问它 访问ampleas 这里面我们访问它是可以访问的 也就是我们即便在一个c型当中 这里面我们可以认为是一个c型 这是另外一个c型 我们在一个c型当中 虽然说我们现在给它加了一个 共享读锁 加共享读锁之后 那么在这里面 我们访问的时候还是可以访问的 当然你这里面加共享读锁的话 我们能不能够更新它的数据 我们来看 这是我们在这个c型当中去加的共享读锁 我们在另外一个c型当中去更新它的数据 c型当中去更新它的数据 我们把它的一个 first name我们随便给它更新一个名字 等于 for you 然后where 然后np number 等于1001 这里面 这里面我们看到虽然说我们现在已经输入进来了 我们现在已经更新了 但是没有显示出我们的一个结果 这是由于我们这一张表已经给它加了一个 共享读锁 那么这里面你给它加一个共享读锁之后 那么其他c型 连上来的时候它是没办法更新的 但是它可以做一个查语操作 那么这里面我要给它解锁 解锁的这个语法是 unlock 然后这是一个table 然后我们的一个npps 这里面我给它解锁是 unlock table 就是我们直接对这个解锁 这样解锁之后 你看我们在这里面只要一解锁 这里面它的一个更新就已经可以实现了 这里面就是我们的一个 加锁的一个操作 当这里面我们加锁之后 我们再来看我们这个加锁 当如果你在这一面去加锁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面 我们现在在这一个给它加锁unlock 然后我们是table 我们也在这一个给它加锁 这个加锁 这里面我们给它加锁 mac table s 然后这里面我们也给它加一个ray的锁 加上一个ray的锁之后 现在 我这一个C型 我已经把这个表给它 采取的是一个表集锁 给它加上了 那么我们在这里面 在另外一个C型当中 我们来插入一条数据 insert into 我们的enpysert into 我们的enpysert into 然后values 然后这里面我们插入一条数据 1002 然后是199 这里面我们插入这张数据 这里面我们在这里面尝试向插数据 但插数据的话它就一直在等待 等待什么呢 等待我们这里面的这一个表 但怎么来看我们这一个表 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等待 我们可以在这里面 我们输入一个命令 可以 然后我们这里面 百分号 这边重新来看一下 在这里面 我们来看一下 然后我们是百分号 我们来看这个变量 这个叫Type Logos Weighted 如果说这一个变量的值比较高的话 那么就说明一个问题 说明我们这个表集所 真用的这种情况比较高 这对我们这个数据库来讲的话 实际上是有问题的 这是我们看我们的一个表集所的一个真用情况 我们是通过这个变量 这个值来看的 就是这一个 它现在是两个 那我们现在给它解锁 解锁之后 你看我们现在该解锁 Unlock Types 我们该解锁 解锁之后 我们刚才这条插入数据了 我们实际上就可以 已经插入了 只有等待我们这里面这个解锁之后 那么它才可以操作 而再讲的话 我们就先给大家讲解一下 关于这个 我们这个共享读所 这样的一个操作概念 我们共享读所的话 它实际上就是 也就是当一个客户端 它采用一个共享读所的话 那么其他客户端的话 它只能够是去读 不能够像这一个共享读所里面去写 这一个数据 而这就是我们再讲的主要内容 感谢观看